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。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苹果近两年,正在明显面临来自高通与联发科等企业的挑战。尽管其今年的新旗舰手机已经开手一段时间了。 但天丰国际证券分析师顾名机称,iPhone 16 Pro及iPhone 16 Pro Max需求低于预期,但与上一代iPhone相比,iPhone 16及iPhone 16 Plus的销量更高。 整体而言,iPhone 16系列首周末预定量约为3700万部,较iPhone 15系列下降约12.7%。 顾名机是根据苹果网站上的发货时间以及供应链调查进行分析。 在iPhone 16开卖的首个周末,iPhone 16 Pro及iPhone 16 Pro Max预定量分别按年跌27%及16%,而iPhone 16 Plus及iPhone 16则分别上升48%及10%. 此外,中国市场激烈竞争仍持续影响iPhone需求。 虽iPhone 16 Pro系列首周末预购销售同比减少,但供应链的生产计划在短期内应不会有太大改变。 若四季度的Apple Intelligence发表于旺季促销对iPhone 16出货量帮助有限, 其相信苹果在2025年会有更激进的iPhone产品策略以提振需求。 另外,据台湾经济日报报道,台积电的三奈米制程晶片营收有望实现每年34%的增长。 部分原因在于苹果增加了A18和A18 Pro晶片的订单。 苹果之前已经使用过台积电第二代三奈米制程用于生产新一代iPad Pro搭载的M4晶片。 然而,苹果的平板电脑对台积电的三奈米制程营收贡献较小。 今年发表的iPhone 16将改变这一局面。 据报道,苹果将在iPhone 16系列中使用A18和A18 Pro晶片。 这些晶片的订单增加将推动台积电三奈米制程营收大幅增长。 经济日报此前发表的预测显示,台积电三奈米制程营收在2024年将增长26%至29%。 随着苹果等主要客户增加订单,这一预测已经上调,现在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31%至34%。 早些时候有报道称,苹果将大规模生产高达一颗A18晶片,以满足iPhone 16系列的高需求。 日经亚洲的另一份报告显示,苹果已经通知其供应链今年生产9000万台iPhone 16, 比2023年发表的iPhone 15系列增加了10%。 台积电的第二代三奈米制程也被称为N3E,据说具有更高的良率和略微更好的能效, 比更昂贵的N3B制程更具优势。 除了苹果采用了台积电的这个最新工艺, 联发科今年也同步跟进。 执行长蔡立行在9月初席Semicon Taiwan 2024半导体展的MEC科技论坛活动时表示, 该公司手机旗舰晶片天机9400于10月亮相。 根据综合讯息,天机9400晶片预计将兼具高效能和高能效, 带来全面的规格升级。 今年的天机9400行动平台将是联发科最强悍的手机晶片, 它首次采用台积电三奈米工艺制程, 也是安卓阵营第一颗三奈米晶片。 根据目前已知讯息, 天机9400将延续全大核CPU设计, 并且采用ARM V9最新一代IP Blackhawk黑鹰的架构设计, 搭配联发科独有的全大核架构将带来效能和能耗的显著提升。 此外,天机9400也进一步优化生成是AI的功能。 凭借影像、游戏、能效、AI等多方面的进步, 天机9400将为消费者赋予智慧型终端的崭新体验。 由于使用了台积电的新一代三奈米工艺, 因此会在前代基础上继续优化功耗, 然后用黑鹰架构提升效能, 再加上CPU猛堆快取记忆体, 涉及效能和能效都有大提升。 天机9400采用了一颗3.63G的Cortex-X925超大核, 还有三颗2.80G的X4大核, 以及四颗2.10G的A725核。 GPU为Molly-G925 Immortalis MC12, 还采用业界最快10.7G LPDDR5X记忆体。 爆料者数码闲聊战9月下旬, 发表了一则讯息,曝光了天机9400GPU效能实测数据。 讯息显示,天机9400GPU在GFX-ASTECH-1440P 一瓶Vulkan测试中达到了134FPS, 超越苹果A18Pro86%, 超过高通骁龙8GEN341%, 同时他表示, 天机GPU从9300开始就相当猛, 这代也很有看点。 关于天机9400的GPU, 不久前也有讯息曝光, 主要是光锥效能相比上一代, 提升了近20%, 同时, 研发科将针对行动端首发新光锥技术, 堪比PC上的顶级光锥技术OMM光锥加速器, 可以让光锥化质超一个档次。 不久前, 该爆料者也曾透露过天机9400, 平台实测3DMark项目, GPU效能高出骁龙8GEN3平台达30%, 在同等跑分成绩下功耗大概低40%, 之所以取得如此恐怖的效能, 重点则在于, 天机9400首发采用ARM Cortex-X925超大核, 这次为了突出CPU升级巨大, ARM甚至还专门更改了Cortex-X的命名规则, 对比上代X4, Cortex-X925超大核效能提升36%, AI效能提升41%, GPU方面, 天机9400搭载最新的Molly-G925 Immortalis MC12GPU, ARM称全新的Immortalis G925GPU, 是它们迄今为止效能最高, 效率最高的GPU, 与上一代G720相比, 其绘图效能提升了37%, 处理复杂讯息的光线追踪效能提升了52%, AI和机器学习工作负载效能提升了34%, 同时功耗降低了30%, 总体来看, 除了GPU效能大幅升级之外, 天机9400晶片在CPU和记忆体等方面也可谓堆料十足, 联发科天机9400晶片CPU单核效能相较于前代提升超30%, 同场景只需要有伤30%的功耗, 加上搭载10.7G全球最快LPDDR5X记忆体, 有望再次引领行动SoC CPU效能榜首, 充分赋予行动终端毫不打折的满血效能。 研发科强调, 客户对于天机9400晶片反响相当正面, 天机9400首批导入的机型数量相较于天机9300更多。 2024年,旗舰产品营收年增长有望超过50%, 这颗晶片由Vivo X200系列全球首发, 新机同样在10月登场。 纵观天机晶片发展史, 天机旗舰GPU可谓一直在超越, 引领安卓阵营超越友商, 天机9400游戏体验这次恐怕真的要稳了。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库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, 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